Hello,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Chinese Podcast with 圣兰 在今天这期视频播客当中 我会首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马上要开始的一场旅行 另外呢,最重要,最主要的一部分 在今天这个视频当中,我会跟大家分享 在这个旅行当中,我会带一些什么样的行李 所以简单来说,今天这个是一期行李打包的视频 那么如果大家想要增加自己的一些词汇量 想要去了解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经常用到的物品 旅行当中经常用到的物品 用中文怎么表达的话 那么这期视频将会非常的适合大家 好的,那我们先简单的聊一聊 我的这个马上要开始的旅行吧 这一次呢,是9月中旬 我打算去日本旅行 那么在日本我一共会待15天 在去到日本之前 我也会先去上海和青岛这两座城市 去看一下我的朋友们 然后从日本回来之后 我不会直接到长沙 我的飞机是从东京到香港 所以呢,我也会在香港停留一天左右 所以呢,这一次我的旅行主要是去日本 然后顺带的顺便的会去香港 上海青岛这三个中国的城市 那么大家可能会想要问 为什么是日本呢 其实在中国 日本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 境外的旅行的目的地 我们在之前的一期视频播客当中 也有提到过这个问题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点一下这个上面的链接 在看完这期视频之后 你们可以再去看一看 那一个视频的播客 所以呢,在中国很多很多人 他们会选择去日本旅游 那我第一次去日本是 2019年暑假的时候 我记得那一次去日本的原因 当然也有很多 但其中一个可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 当时2018年的时候 我在北京的一个餐馆里面吃饭 然后在我们这个桌子旁边 坐着一桌人 他们两个人呢 其中一个人在跟另外一个人分享 他刚刚从日本回来的一个 背包旅行的经历 那正好因为我们离得很近 所以他们说话 我完全可以听到 那我无意当中就听到了这个人 他的一个旅行的经历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所以那个时候起 我就萌生了 要去日本旅行的一个念头 一个想法 那我这一次去日本旅行 影响我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 当然也有很多很多 但我觉得最开始的想法 还是和我上一次2019年去日本的旅行的经历有关 当时我选择的交通方式是 从上海坐那个轮船 然后去到日本的大阪 在这个船上我就遇到了一个女生 他也是来自中国 当时他就带着自己的自行车 去日本骑行15天 那那一次的这个经历呢 就让我觉得 哇 原来还有这么有意思的旅行的方式 所以今年啊 我也打算自己带着自行车 去日本骑行15天的时间 这一次的旅行呢 我其实是大概两个月之前就开始准备了 因为要办签证啊 订机票啊 准备行李什么的 最开始我的行李清单上有超级多的东西 但是现在啊 我马上要出发了 我现在确定的我要带的行李 是我精简之后的 就是我把那些可以不带的东西都放弃了 剩下的那些是我必须要用到的 然后是不得不带上的一些东西 在今天这期播客的剩下来的那种当中 我就会来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的行李当中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那么首先呢 我会在这个视频上面贴一个图 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所有行李的一个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一次 虽然刚刚我说 我已经非常的尽力去精简我的行李了 但是我要带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这个是因为我这次旅行有一点特别 对吧 我打算骑自行车旅行 所以首先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行李当中 有一辆折叠的自行车 除此之外呢 我还想试一试在日本露营 所以我得带很多露营的装备 也不是很多露营的装备了 就是那些最基础的 最必要的一些露营的装备 这些露营的装备主要是有三样啊 我精简到了这三样东西 第一个是我手上拿了这个 有一点大 它是一个睡垫 睡垫 其实在机场如果我需要过夜的话 这个东西也是挺方便的 另外下一个是这个东西啊 也是挺大一个的 挺大一包的 大家也许可能能够猜到 它是一个类似睡袋一样的东西 一般我们出去露营的时候 都是需要一个睡袋的对吧 但是因为九月份 日本的天气也不是特别的冷 所以呢我也没有买睡袋 我就带的是一个 我平时夏天的时候 盖的一个很薄的被子 它打包起来 其实没有那么大对吧 就其实和睡袋的大小差不多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的是 我手上这一包 主要是衣物啊 一般是衣服之类的一些东西 这个里面呢有一双拖鞋 那这一次去旅行的话 我除了脚上穿的一双徒步的鞋之外 我不会再带任何其他的 这种很大一双的鞋了 但我觉得拖鞋还是挺必要的 尤其是比如说下雨的时候 或者晚上的时候对吧 洗澡的时候这个拖鞋还是挺重要的 然后呢这个里面还有一些是 像这个 这个折的非常小的 它其实是一个毛巾 一个吸水的毛巾 比如说你洗脸 然后洗澡的时候 擦头发都可以用这个毛巾 除此之外 这个也是专门为那种露营徒步什么准备的 它非常非常小 但是它可以打开 变成一个枕头 吹气的枕头 这个是晚上露营睡觉的时候 或者说如果要在机场过夜的话 这个非常好 除此之外呢 这个也是一个枕头 但是它是一个挂在脖子上的那种枕头 就比如说你坐飞机的时候 你坐车要坐很久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 另外剩下的就是一套换洗的衣物 这一次我没有带很多的衣服 除了身上会穿的这一套之外 我只带了一套可以用来换洗的衣服 我就是打算到时候当天洗完澡 当天我就会把衣服洗完 然后用烘干机烘干 这样我觉得一套衣物 一套衣服就完全够用了 这是所有这个包里面的一些装备 上面给大家介绍的所有那些东西呢 我都会放到一个这样子的一家的袋子里面 包括说我的那台自行车 我也会用一个另外用一个这样的袋子打包 到时候坐飞机坐火车的时候 会打包好 最后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这样一个包 这个包里面装了我所有剩下的一些东西 就是剩下平时在旅行当中一定会用到的一些东西 我一一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首先大家应该知道 这个包它的下面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的包 对不对 在这里我就会放一些非常小的 然后也经常需要拿出来用的东西 比如说我有两个这么小的东西 大家能猜到是什么吗 它们其实是两条吸水的毛巾 你可以用来擦手擦水之类的 洗完也非常容易干这个旅行当中用就很合适 除此之外呢 还有我的一些护照银行卡身份证 这些证件的东西 我也会放在最外面的这个小的包里面 另外还有一个口罩对吧 以防万一 虽然现在可能新冠已经没有了 已经结束了 但是也许会用到 最后就是一个牙线 牙线 这个我都会放到最外面的小包里面 那里面还有一个大的空间呢 这里我就会放剩下其他所有的东西 比如说一个水杯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小包 这个包里面装的是所有牙膏牙刷 然后梳子梳头发的对吧 然后一个小的镜子等等 这种洗漱的用品 这里也是一个小的网袋 这个非常好 因为你可以直接看到里面的东西是什么 它是我所有的这些电子产品的一个充电线 还有充电的插头 另外这个是我的一个Kindle 一个电子书 这个是一个耳机 平时骑车的时候也可以听歌 另外呢 还有两个 两个非常重的东西 这两个大家知道中文怎么说吗 它们的名字是充电宝 因为在前面我也跟大家提到过 就是在这次旅行当中 有很多的时间 我都是会选择露营 也就是我不会住酒店 除非是下雨 这种天气特别不好的情况 我才会选择住酒店 那么如果是在外面露营的话 你就可能经常没有充电的一些地方 那么就需要准备两个这样的充电宝 它们一个是一万毫安 一个是两万毫安 加起来是三万毫安 我觉得应该充满的话 一次可以用几天 最后的东西 还有一个 这个是我的一个相机 一个运动相机 加上这个运动相机的挂膊 就是如果我把这个相机挂在这里 然后把这个东西挂在脖子上 我就可以拍一些第一人称视角的视频 最后的最后 还有两样东西 可能没有跟大家介绍 一个是我手上的这个话筒 另外一个就是我的电脑 还是会带上这个电脑的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在这一次的旅行当中 所有会用到的 会带上的物品 希望啊 这期视频对于大家来说 是比较有意思的 希望你们从中可以学到一些物品 他们用中文怎么说 对吧 那最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在旅行当中 一定会带的东西有哪些呢 欢迎你们在下面的评论区给我留言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